各位MyRadio的听众 Din家部读者,你们好 MyRadio和Din家部的YouTube频道 在近期履受黄标打压 令我们广告收入大减 所以我在这里 请大家支持MyRadio的节目月费计划 和Din9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 突破黄标议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释 请支持MyRadio和Din家部 提提大家 MyRadio和Din9日报的月费 现在已经可以用PayMe缴付 大家可以扫描画面的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的电邮地址缴付 多谢大家 苗山河,中横四海 我何鑑江自转,一鑑江湖 已经在普罗有得买了 大家可以到普罗网上商店购买 多谢各位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指,张文龙,郑仲文,方毅成 好,回来第三节 你好 刚才你们要告诫一下你们这些人 就不要,除非你自己是搞赌场 不然你也不要搞三房四房 你起码要花钱才可以 就这么说 就算你有,其实这件事 男人的事就有没有钱都想搞三房四房 就算有钱都好,搞三房四房 都跟你走的时候安不安乐呢 都是两回事来的 因为争不争是不关数目大不大的事 一百多亿又争,一百多十元都可以争的人 对对对对对 好了,我们继续讲讲殯儀馆的位置 殯儀馆我们做殯儀馆的位置 你刚才想问那几个问题,什么天台那些东西吗? 所谓豪宅那些 他就说那个豪宅,就是传闻 那个豪宅某些层数就看下去 就看了世界殯儀馆的天台 原来说,世界殯儀馆那些客戟呢 就冰了冰箱之后 譬如说,今天要用 他就在冰箱里,在冰箱里 冰箱里拿出来 要用到天台用,冰一冰箱先 接着在那个楼盘的人就会看到 今天这么多人在日干肉 这个都是传闻来的,有没有这件事呢? 其实,世界殯儀馆我都几熟的 就说真的 遗体就不需要容许的,我告诉你 拿出来的都是极度不智 和对先人绝对是不尊重的 可能他那一刻看到,就有机会是 我怀疑他可能 或者是在搬位的那些 可能推一推上去就拿回走 但是你说会去容许呢? 其实没有必要容许的围体 为什么呢? 其实一直推在冰箱里拿出来 上去房的时间 其实他不停地在容许的 不需要说要容许多 不需要的 他自然我们的室温就可以容许的 你拿去晒更糟了,我告诉你 我做到的时候,化妆更难化 你就这样容许 其实这个真的是个传说 可能他见到的东西 或者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否见鬼 因为冰箱就不是放在五楼的 冰箱就在下面 即是没有理由在五楼抬的东西就放在上面 如果我那晚,譬如这么多房间 这么多礼堂 如果要容许的话 他都很投恨那帮土工 那些大哥也没有那么有空的 我告诉你,我们社会室温馆的普攻 就是服务最好的了 只是那个社会室温馆 那里有几件呢? 那就看看爆不爆 很普通的十多二十个又不定 那时候三四十个又不定 你明白吗? 最大容量可以容许 这个我真的不明白 即是由一摸到四楼 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意思是说什么? 即是假设如果他真的要拿围体出来去曬太阳的话 那其实说的应该很震撼 应该是二三十件放在那里 当他那晚有礼堂连房间 当他三十个 因为我真的没有数过 那你就拿三十个上去曬 这样说 有没有可能呢? 基本上就真的没有可能 这个就是都市传说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曬完的话更大 你化妆更大 你明白我说的 其实不需要曬的 基本上 其实曬了那天 越冬又越好化 哦 竟然 因为你的妆呢 我们讲给你听 化妆的时候会溶的 如果你去溶的 譬如这样说 你在冰箱拿出来 室温 但是如果它是溶妆的话 你化多少水都会掉出来 哦 所以是不能让它见到有热的地光 譬如这样 现在这个天气三十几度 跟我冬天的时候 我跟那些客人说 你去看你家人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不要开出开入 那个灵浸室 哦哦哦 如果不是 它去到五六个小时后 不停冷空气 冷空气 它就会出水了 妆就会溶了 哦哦 它连那些口唇的全部都会流出来的 哦 就是掉了 掉了的 掉了的 因为这个是 你理解我刚才说的 明白 因为空气的温度 温差变满了 所以冬天容的妆呢 是少的 因为我们室温了十几度 哦 没错 即是温差不大 冬天很少用的 热天 尤其是这样的天气 我热天封三十几度 一溶开出去 又暖了 一溶开就溶了 这个是事实来的 还有另一个都市传说 有些人经常说 喂 去那些将军路坟墙啊 或什么 经常有些 撞到土葬那些 过几年就要掘出来 那掘出来 然后发觉 它有些叫做 变了 他们讲得很恐怖 叫僵尸 所谓的波蝶 化不完 就只有一半 就很多人说 喂 这些通常都是在 世界殯儀館 出下去土葬才会这样的 因为世界殯儀館 会帮他们打 防腐针 这个是不是 真事 第一样东西 我澄清我自己 不是世界殯儀館的员工 哈哈哈 那我也都会 将他们 就是将你们想的东西 就解釋回来 那 打针呢 其实呢 香港有几间殯儀館 可以打的 不一定是世界的 香港就能打 保福也是能打的 这些就 正常来说 打针这个问题 就因为 我们有些行家 他就想赚多些钱 还有呢 就想给先人的身体好看些 是不是都打针 那又怎样呢 那就可惨了 我告诉你们 打了针之后 基本上呢 就真是很难用的 那条丝 因为打针不是打一个地方 就打了几个地方 就是脊椎啊 背啊 后面啊 腰那样的 那些针不是一支针来的 其实是很多支的 哦 你明白嗎 打了防腐下去之后 那些虫就不咬 那多数就说 那些执骨的那些师傅 就是上次上个月 讲的那些师傅 告诉你们 世界殯儀館 打出来那些围体又不负呢 其实呢 那些行家就开了打针的费用 哦 但是他又没有想过后人的感受 那为什么呢 通常我们做呢 如果要打针呢 首先一定是火葬 我才会帮他打 哦 OK 第二 回大陆 回大陆 过境 哦 就是离开香港 或者是去外国 必须要打 是啊 我也知道 或者你是买了永久地 或者是买了续期二十 十年续一次那些 不需要起床那些 你可以打 因为打了一支针 说真的 如果围体 打两个月 就这样说 有打针和没打针 两件事 有打针是帥哥很多的 上妆的 不打针 不上妆会脱皮的 但是你都要记住一件事 如果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撞和合石 撞将军澳丙内木地 你一打针 必定的了 这件事 除非那些地 就很多水 一定是要翻阴的了 即翻阴的意思 即是挖起了再盖上 通常我们真的帮客人去执骨 看到一挖出来 不行 我见过 想见 不是 下半身 即是脚以下没有了 那是女人 腰上的全部都在 头部都咬了一半 那又怎样呢 男王哥 撿骨那位 有人说 喂 阿明哥 不行 整个泡给我看 哈哈 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 好像我们 他买衣服的那些 泡帖 那些公仔 是这样的 你弄到我回到公司 看到那只公仔 我现在想 我说事实 我知道 就是白了 他有穿衣服的 他应该是老人家 他有手衣 抱着他 抱着他 不行 那我们通常怎么做呢 那些师傅 如果执骨那天 一定要他们去买哪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 那些包 什么包 那些发包 即是白色的包 哦 风包 不是风包 不是风包 不是松宗那些 松宗那些 大发那些 哦 大发包 哦 第二个是买苹果 第三个是买橙 那又怎样呢 化完这个仪式里面 我们就不 不让他拿走 如果他不快的话 因为围体见到空气之后 就会有细菌 那有细菌 你再放几个包 橙 苹果 帮助化 帮他咬难 他咬了蟒虫 就会半年之后 或者一年之后 或者九个月之后 再第二次收骨 就干净了 未必 可能 当时我做过的案件 就是第一次不行 直接是Hello Kitty 不是Hello Kitty 那不是Hello Kitty 那是厨窗的 那是厨窗的 第二次咬到 就只剩下腰里脊骨 那些 因为那些针很厉害 其他全部都可以了 那是厨窗的 那是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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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那些厨窗 那第二次厨窗不行的话 那我们再放它 第三次厨窗 就是厨窗 就是厨窗 那下就厨窗 而卻能吃厨窗 alles sing 那一 厨窗 像是厨窗 那是厨窗 例如一釣 應該就是厨窗 我们是厨窗 那是厨窗 那其实 像是厨窗 那是厨窗 laying gì 也很知厨窗 那些厨窗 你 不知厨窗 我们的厨窗 一 т被厨窗 因为有多一些厨窗 那是厨窗 买窗 再去做一個殯儀的儀式 不過就不用殯儀館 就會找一個西式的棺木 最便宜的那些 有肉的地方 就丟進去燒 還有那些骨 明白我講什麼 再燒就像 整個手續都要做回 但是你不是為了 亡者的意願 明白我講什麼 因為他不想燒 你拿去燒 對行家來說這個方法是最方便的 有機可賺錢的方便 一定 但是先人和後人 那就大件事了 你為了他自己的心願 我明白 違背他的意願 因為你叫他去 其實他不想燒 你肯定叫他去燒 因為你燒了之後 我最慘的是一個問題 他不可以落金頭 燒了就變成灰 變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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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他原意 他不想燒 或者有些人信風水 就要用金塔 有血和肉的骨 去放風水 如果你燒了 就沒有血骨 就沒有風水作用 對 對 有些這樣的 所以就是離篩了 亡者的意願 我盡量幫他搞到 就是不要燒 洗到就洗 撿到就撿 當然 可能要辛苦些些師傅 就給一些飲茶給師傅 削骨 這些 沒辦法 因為那些是怎樣說 通常會用一些糕糧酒 浸了 洗了之後 削完之後再曬乾 盡量撿到為止 這個會好些 因為去到火塊之後 大家為事 其實他生前 可能 他的另一半買了金塔 但他又想跟他 執筊 放在一起 但你變了灰 就不能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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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可以的 但是他的意願不同了 明白嗎 明白 始終他做的土壯 都是想骨 你強行就必須變了燒 有些都是賺錢的 不可以的 笑 不是搞不定 政府不簽名 其實大家起碼都兩萬 那時我的同事 他在外國工作 特意回來 發生這件事 就是特意回來 去處理他家裡的長輩的事 他就一模一樣 將那個墳場 打開了之後 有一半不花 那時就叫他 你所謂的調官方法 因為通常是這樣的 如果真的第一次不發行 第二次調官 有兩個可能性 不是 他第一次不發行調官嗎 那就是賺錢 對 第一件事 我要解釋一下 可能墓地 他的期限 譬如這樣 他十年已經過了 你抓了之後 你還不去申請 他不讓你去做 這個我也跟墳場報的解釋給你聽 你不要誣陷 你不要誣陷 我們有那句就說那句 OKOK 就不是說 他是不是這樣 剷掉他 這個有機會 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行家真的要賺錢 但通常都不會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件事都比較厭惡 這樣也是 那其實都是 靈異好氣化 很側面 你正正當當賺錢 沒所謂 我常常都這樣說那句 就是 不要賺到那些陰質錢 剛才我們在談的時候 就談了一個 有兩個故事 說你也有part time 做的士 看一看 是啊 有一個關於你 一個關於你老爸的 的士故事 不如 分享一下 13分鐘我們講一下這個故事 那幾年前 我應該忘記了 五六年前 那我就說 因為殯儀館沒什麼事做 就出去開的士 那一晚 我應該是11點 應該是11點左右 那就是什麼日子 就是觀音借庫 正月借庫 不知道是二十多之後那天 二十多日 我忘記了實際 二十三還是多少 好像是 是觀音借庫的那天 那我就提供了 我又不是正常的司機 有班人是否賣隊 沒有的 那我就當時 有點痛餓 又有點累 那我就去了 那個 那個 採德邨 那個巴士站 OK旁邊 如果住那些 採德邨 那就是娃娜角 對 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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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時 我就停在那裡休息 那我就去OK那裡買個麵包吃 那我就停在那裡之後 那我等了大約十分鐘左右 那我就下意識 有兩個人開過這門 那我就開 那我去哪裏 那我第一時間 那我看到那個人的時間 就是一個 女人 靠低了個頭 看不到那個樣子 都比較大隻 都一米七幾 那個女人 那那衣盡是怎樣 肥妹又有黑色衣服 全黑色 OK 肥妹 肥妹有沒有重量 有重量 有重量 因為坐了一輛車前 整輛車坐了 OK 那 那個肥妹上車 就坐了我的位置在後面 OK 那另外一個男人呢 就上車了 那我問她去哪裏 那她就說 我問她去洪水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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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路 我問她 我不是專業 我只是玩而已 OK 我說這樣吧 你走一條門高路 還是去大嵐 大嵐走 可以了 走一條門高路去到的了 我帶你去 那我就OK 我不管她 通常晚上都知道 現在的士界那些人 那些人都 那些男男女女常常常上車的 上車那些 我們二字 都不會無數那麼多單 都不知道為何常常在的士 都不知道為何常常在的士上搞事 都會烏脫辣碳 又有疫症 然後呢 有一個女的 就 靠了一個男人 我真的看到的 但我看不到那個樣子 因為她頭上遮住 即是從那個 即是從那個 後鏡那裡 因為我都專心開車的 但是呢 我去到那個 風力樓對面那個 觀景台那裡 那個男人跟那個女人說話 我最記得就是說 這裏很靚啊 其實那裏是機場以前的舊跑道 那個男人說 是嗎 那好吧 我下次有空跟你帶你上來看 我們 跟著全程 他們都一直有聊天 我走屯門公路 進去 那洪水橋原來呢 他住的那些位置 就是村屋的那些位置 車可以駕到村屋裡面的門 一下車就攬了上樓梯 那男人叫下車 他說可以下車 那下車 下車給了錢 那男人就下車 那女人還沒下 還沒搞 大哥你不用管這條女兒 就是你見到那男人下車 走了 就是給了錢樓梯 上樓梯 那個樣子就 當之前那樣 很開心地說話 很開心 那個感覺 明白 說什麼 就是很偶的那些人 很偶的那些人 就上樓梯了 那我看著她上樓 那女兒呢 你那女兒去哪裡 我都知道做醫行 我現在不怕了 鬼而已 是不是 無所謂 那我開門找個女人 我怕她有時候睡了覺 或者不管女兒走了 沒有人 我說 我沒有理由的 蛤? 你兩個上去 還全程聊天 下車上樓 為什麼你一個人下車 拋頭 那我開了門 我說你下車 你不要在這兒了 大哥 賺錢 我又不怕你 說真的 那我就奇怪 這件事是解釋不到的 因為我到現在 都是深刻印象 其實這樣說 那個 那 他兩個呢 其實心中有數 那個兒子就肯定知道自己 跟他女鬼在一起 是啊 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他都 不會 就是 那個男人一定知道 那個男人一定知道 第二件事就是 他全程都在聊天 是啊 那你聽到女聲 聽到 一男一女 全程是 這個恐怖了 你知道的士司機很喜歡搭 他爹 如果 你搭他女爹的時候 那隻鬼 就是 喂 先生你聽到我說話嗎 我當然聽到 那第二件事就是說 其實 你一路聽到的時候 其實那個男人都心照 你上了車子 其實那個男人 然後我們看了快到號鏡的時候 是靠著我下去 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他整輛車是坐著 那輛車是有重量的 就是全程你看不到他的樣子 黑黑黑的 那就是一個 一米七幾的肥妹 一米七幾的肥妹 但是下車你見不到他 是啊 真的很恐怖 他應該應該是會 我想第二個 真是普通的司機 不是做衣行的人 或者不是替工的人 我想他會馬上賴賴賴賴 難這麼說 我賴賴賴賴賴賴 可能被第二個司機看不到 就看到那個男人上車 是自然治癒的 哈哈 他應該看不到他 那些人 是不是會接觸多 那些病兒 就開始會有陰陽眼 不是的 其實我小時候都經常見到一些東西 其實我是不怕這件事 但是我也不會犯他 記住一件事 就是做回自己的事 其實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出分 這個是事實 就是你行得正 站得正 沒什麼問題 又沒有害過 第一件事 好像我做這行 我不是老謀你 我服務你 你幹嘛要搞我 他要害的人應該要害別的 要害你 找回你的冤親債主 你找我搞什麼 你老闆呢 你老闆呢 你老闆的故事 另外一個就是我小時候的時間 應該是百多年的時候 那時候香港的的事業都很蓬勃 那當日我就是 很記得我老闆那天就1點鐘下班 那我老闆那個年代應該是四條化骨龍 那時候呢 就做到天亮 因為很穩 你也知道的 潮州人 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做到 要不就做到 找到為止 你沒可能浪費了那些工事 明白嗎 你車就租了 還有那個時候是分帳制 那一點就是 我老闆那天就是 其實那個月是整個七月都餘蘭節 我們不要說是否七月十四那天 整天是 七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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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沽門開始 那天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老闆呢 十點鐘左右 他就在九龍城警察館那裡 在離遠見到那個女人 就揮手 揮手之後呢 我老闆下意識就打燈下去 拿客人 但是拿客人的時間呢 他已經是睡著了 分絕 就是已經是那個人迷了 其實開了門之後 那一刻就斷了片 就是猛仔針針被人打了 斷了片 好像喝大了 斷了片 到了醒的時候 我老闆呢 是聽到有人關門 我老闆醒了 但是已經是十二點鐘 就是九龍城 九龍城 他在那裡下車呢 就是在油麻地公事那個 魚蘭勝會那裡 我知道 你知道那裡嗎 就是公眾四方街那裡 公眾四方街那裡 OKOK 你不是說什麼 因為那裡每一年都有油麻性會 那裡有幾個班人做的 其中一班是潮州佬做的 當時我阿公也是那裡的會員 就是說 我老闆聽到那裡的三門之後 我老闆醒了 我老闆醒了之後 就是 他即時下車 看看車有沒有爛 因為已經是十二點了 那兩個小時開著車 沒有撞車 人沒事 但是斷了片 兩小時 九龍城去油麻地 怎麼會用兩小時 他有沒有看麥克風錶 沒有下錶 即是車沒有動過 有動過 但是他會看麥克風錶的 都會 睡覺了怎麼下錶 那你走到多少麥克風 你不會記得的 當時我只有幾歲 只有我幾歲 我沒有去Eater 這麼緊要看我老闆的錶 如果當時是我的話 我就開心了 我就想試一下 這些人不會讓你試的 當然 他爛爛 我就會試一下 我一定會報告給你聽 如果我有機會 第三次上來說的話 一定有機會 當時我老闆 下車 然後 十二點鐘 即時下班 慢慢回家 臉都流行 接著我媽媽問 什麼事 你不要管那麼多 睡覺了 接著第二天 其實我們那時候很小 我只有幾歲 我們一級一級 最小的那個弟弟 都是只有他兩歲 那時候 那說什麼肥啊 那說什麼肥啊 大哥我七歲 那時候我七歲 我二點媽 那就是說 我老爸就說 不要來 睡覺 明天再說 那我第二天 就偷聽到我老母 跟我老爸說話 昨晚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我到最後 我到這麼多年以來 我都覺得 很難解釋這件事 因為不是吹水 就是可能我們都是 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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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拜住人聖會的事 他就想搭車而已 那我老爸 當時馬上找那個錢 看真還是假 就像我剛才那件事 那些錢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金錢 但是你說他沒有付錢 我那件事是有付錢 但是我講說 你老爸那件事沒有付錢 但我老爸那件事沒有付錢 他老爸那件事是全陰間的人坐 他那件事是有個 沒死的男朋友坐 所以我當時馬上看到 我老爸說 看他的錢包裏面 有沒有一些古靈精怪的錢 那實際是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只是搭了你的程車 其實我覺得 那件事在九龍城那個 都幾猛 他是白色衣服 他在挑選 又是看不到樣子 其實他這樣說 他是在挑選 看不到樣子 他可能折租很久 看哪個的士過來 其實如果你說斬燈 就是那個人看到他 那很多車看不到 那些東西看不到 他就發覺這個人看到了 他不時暈倒是看不到 對 這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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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這件事 但最神奇就是 如果說一句 按照路程 由九龍城去到尼華地 是不需要走兩個小時 當然不可能走一個小時 但是你要記住 兩個小時裡面 走了這麼短的地方 你去了哪一個人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沒有撞車 車沒有爛 還是那時候的年代 不是那些自動波 是要這樣 這樣 那些太波 那些叫做大白鯊 你想想想 要做這麼多的動作 人沒事 車沒事 有人關門 他就醒了 其實全程是解釋不到這件事 也是真是真實 有被鬼迷 不是的 都很猛 我覺得這東西有些道行 大哥 應該去到余蘭勝會 都應該沒什麼了 不是的 可能真的坐車而已 真的有道行 就不要想多了其他東西 你開車需要服務 服務性行業 什麼人都要再歪了一點點 然後你老爸也停了一陣子 沒開工 那晚沒開 第二天就拜神 立刻去廟拜神 都要上班要做事 那要養妻活兒 今天我們講了殯儀的鬼故 接到的士 不如找一陣子 我們就做一集來 只講夜間的士 都可以的 你有沒有興趣 我要找那些人 我都要約宋主委 你不是想了解那些土工 土工那些都想知道 你想去跟車嗎 都可以的 都可以 剛才我膽大大地問文哥 你們開工我可不可以跟著來看 我不幫忙 我幫不了我 我只是看的 我安排你去 不過自己剛才原來 原來我想起的時候 想起來也挺恐怖的 好像有點 搖搖地 好了 今天我們始終多謝文哥 有機會再上來再聊 好 拜拜 拜拜